那我们自己的用真诚心 为自己消除业障 跟自己的冤情债主 来做协调 那我们修持的功德回向给他 同身极乐苦 帮助我们修持 不要扰乱 这样才好 那么我们基本一个念头 这是经上常讲 不求自如 原理我先贪除自身 这个很重要 不是为自私自利 为自私自利 冤情债主 不会放过你 你要不为自身自私自利的话 他佩服你 他不但不障碍你 他会帮助你 所以自私自利这个念头 非常非常不好 我们今天干什么 效果不张 都是自私自利的梗 没有拔掉 那 所以这个是智慧 有智慧才能够拔除 不再搞自私利 没估认 没声 我没声 这样才 终于